1月2号消息 2021到2022赛季 国际雪莲自由式滑雪 U型场地世界杯 加拿大卡尔家底战继续进行 女子组决赛 谷爱玲克服大风影响 以92.8分的高分夺得冠军 这是她2022年第一季 谷爱玲也实现了本赛季自由式滑雪 U型场地世界杯三连冠 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决赛 共有8人参加 包括三位中国选手 谷爱玲 张可星和立方慧 虽然爱沙尼亚小将西尔达鲁缺席 但是美国选手福尔哈勃 英国小将佐伊 阿特金 以及加拿大双输 卡科尔 夏普都具备不俗实力 比赛现场风很大 选手都降低了难度 以稳为主 首轮比赛 谷爱玲率先完成了右转540 紧跟着左转540 右转720 道华540 左转540 最后以一个180结尾 期间 谷爱玲完成了mute等不同抓板方式 得到了79.4分 张可星右转720 道华540 道华右转540 之后又是一个道华 右转540结尾 成套动作 张可星完成的比较流畅 连续三个道华是亮点 但不足是整体难度不高 只有一个720 最终得到78分 加拿大选手夏普是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冠军 但是去年8月受伤 缺席了大部分比赛 此一复出参赛 夏普的身体状态还没有回到最佳 动作完成的比较吃力 成功率比较低 首轮摔倒 得到24.4分 首轮过后 卡科尔以89.4分 战略第一 李方会以80分紧随其后 谷爱玲以79.40分 战略第三 福尔哈勃以78.8分 战略第四 张可星以78分 战略第五 阿特金以70.6分 战略第六 第二轮比赛 李方会率先出场 他道华右转540 道华左转360 右转900 左转540 李方会成套动作比较连贯 腾空高度一般 得到了61.2分 之后 现场的风更大了 张可星摔倒 只得到12.2分 郭爱玲接连完成了 Big Air 左转540 道华360 左转540 受到大风影响 郭爱玲在难度上 略有保留 但腾空高度非常可观 拿到了92.8分 超越了卡科尔和福尔哈勃 来到首位 李方会战略第四 张可星战略第五 最后一轮 郭爱玲在出场提前锁定了冠军 他挑战两周偏轴 转体900的动作 但落地效果不好 成套动作没有完成 得到了30.6分 但无碍结果 郭爱玲以92.8分 获得冠军 实现三连贯 在这之前 郭爱玲一直都是美国国籍 并且 他在市井赛之前 就已经在自由式滑雪项目 获得了多个世界冠军 在很多人看来 美国各方面都比中国好 这也是不少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留学后 不愿归国的原因 可为什么 已经在美国取得不俗成绩的 郭爱玲 却要放弃美国国籍 为中国 争金夺银呢 在记者采访她的时候 郭爱玲用一句北京话 表达了她的亲身 郭爱玲出生于2003年9月 她不光在滑雪上成绩突出 而且几乎是全能型人才 比如她在美国参加高考 获得了1580分 这也证明了 她在学习上是个典型的学霸 最要人服气的是 郭爱玲在越野跑 骑马 攀岩等运动项目上 表现得也非常出色 总之 郭爱玲已经超越了优秀这个词 简直属于神一样的存在了 郭爱玲八岁的时候 母亲看她对滑雪的兴趣 丝毫没有减退 便让她到专业的滑雪俱乐部 去接受系统学习 也就在那时 俱乐部的教练发现了郭爱玲的天赋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教练向母亲建议 让郭爱玲加入职业滑雪队 别看郭爱玲年龄小 又是女队员 她在滑雪队里的表现可非常出色 没过多久 她取得的成绩就征服了所有队员 而她也成为了滑雪队里的佼佼者 接下来 郭爱玲开始了她的比赛征程 9岁的时候 她就获得了全美自由式滑雪少年组冠军 11岁的时候 她又获得了全美13岁以下 坡道障碍赛冠军 以及全能亚军 12岁的时候 她还在美国北加州女子13岁 双版障碍技巧和争先赛等多个项目中 一共获得了7块金牌 可以说郭爱玲年少成名 大家在震惊她的实力之余 更是亲切地称她为天才滑雪少女 对于这个说法 郭爱玲十分谦逊地表示 哪有什么天才的说法 不过是靠勤学苦练 其实郭爱玲虽然喜爱滑雪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要走职业滑雪运动员这条路 她希望能和其他同龄人一样 通过完成全日制学习 最后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而她的理想就是考上斯坦福大学 所以郭爱玲不可能像专业运动员那样 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训练上 她必须学会高效运用时间 并且保持专注 在周末的时候 母亲就会来回开8小时的车 送郭爱玲到太浩湖北极清滑雪场 参加两天的集训 为了不影响两天的集训 郭爱玲必须在车上完成学校里的作业 包括换衣服 吃饭等 郭爱玲会抓住任何训练的空隙 去学习相关的事情 甚至她参加SAT考试 都是在训练转场的间隙完成的 既要好好学习 又要刻苦训练 不过郭爱玲从来没有叫过泪 在她看来 泪不过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当然 郭爱玲也有为难的时候 比如她在学习新动作的时候 由于动作难度大 内心也会产生恐惧感 尽管她每次都是在蹦床上先试做 做到一定的时候 再到装有塑料泡沫池的跳台上继续练习 最后才会在滑雪场的跳台上 去反复练习 可意外总有发生 受伤也在所难免 尽管郭爱玲受伤后 家人都非常心疼她 但是当她遇到困难和感到畏惧时 家人却总是不断地引导和鼓励她 并告诉她 她所遇到的困难 并非真的是因为难 而是因为她觉得难 但其实只要坚持去做 她什么都能做到 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 郭爱玲通过不断努力 果然得偿所愿 获得了蝉联三届全美锦标赛 自由式滑雪 直面障碍等多个项目的冠军 不过 最辉煌的战绩 应该是2019年 自由式滑雪世界杯赛事上 郭爱玲以她精湛的实力 获得了泼灭障碍冠军 这不光是她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同时 她凭借多年取得的成绩 登上了国际雪莲总积分排行榜榜首 此时 郭爱玲才只有16岁 而她已经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 不过让大家更加震惊的是 没过多久 郭爱玲竟不顾美国滑雪协会的阻挠和施加的压力 放弃了美国国籍 将国籍变更为了中国 为此 她还开心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郭爱玲报道的动态 从那以后 郭爱玲就在国际比赛中代表中国出战 让人惊喜的是 她在更改国际仅两个月后 就在新西兰公开赛 自由式滑雪 泼灭障碍技巧比赛中 获得了金牌 她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规划运动员中 第一个在国际正式赛事上 获得冠军的运动员 此后 郭爱玲还在2020年 顺利地考进了她心仪的大学 斯坦福大学 不过 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 郭爱玲决定延迟入学 她希望她能在冬奥会上 继续为中国争金夺赢 为国家争光 有记者问郭爱玲 为什么会选择为中国而战 郭爱玲表示 她从小就经常和母亲回北京生活 她在北京不仅学会了打乒乓球 母亲还给她报过各种短讯班 这让她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因此她认为 自己其实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妞 所以 当她看到自己终于在滑雪比赛上出成绩的时候 她就希望能代表中国来参加比赛 并向世界展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 这一句北京话让人泪目 让人看出了这个具有华裔血统的孩子 浓厚的中国情节和爱国情怀 同时 我们也相信 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 会有更多优秀的谷爱玲 被吸引到中国来 也 感谢观看